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 今天举行第二次会议 除了国安会前秘书长邱毅仁请假之外 蔡英文还有谢长廷等的委员 都到场开会并且全程参加 而这一次主要是聚焦在两岸的经贸问题 所以两岸交流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谨守民主程序跟资讯透明的原则 那么才能够让交流的成果为全民所共享 一味的这个要求中国让利 那并非正常的经贸关系 也未必有利于台湾 那么与其片面期待让利 不如尽早建立公平的两岸经贸关系 会中提出了两大战略目标 不过因为两岸关系特殊复杂 蔡英文在会中建议 两岸经贸牵涉非常广泛 必须仰赖专家跟产业参与 她希望针对经贸方面能有扩大会议 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也才是 在接下来的华山会议当中 在扩大咨询各方意见 至于刚走访大陆回国的 谢长廷则说 除了考虑经贸角度之外 也要思考政治或台湾依赖等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